欢迎您收看6月24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宇宗翰 先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了 西乡局对19个县市发布好大雨特报 今天晚上封面有机会减弱 明天各地天气将好转 带您一起来看到国际媒体中央讯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华盛顿流报报导 北韩官媒金正恩收到川普非常优秀的来信 继续是英国港部公司BBC的报导 伊索比亚陆军参谋长试图阻止政变企图 遭袭击重枪身亡 接着看到大约时报纽约大都会版报导 继华为公司之后 再有五家中国企业遭美国禁购 继续看到大约时报台湾版报导 反红色媒体人潮起报开达格兰港大道 活动发起人关张表示尊严无价 来看到日本政治新闻报导 习近平27号到29号访问日本出席大阪据传令 来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导 韩国警方加强严查酒驾最高可判无期徒刑 早安新唐人先来带您关心 星期天数万人集结总统府前凯道 要求驱逐遭中共操控的红色媒体 发起人之一的网络名人馆长陈志涵表示 从发起反红媒游行之后呢 他每天都被打压被退工商代言 但他认为钱没了可以再赚 但尊严没了就没了 他要向中共说 有些东西可以用钱买得到 但尊严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买的 钱我们可以再赚 但是如果尊严没了就没了 大家说对不对 我今天站出来跟全台湾所有人讲 所有人讲 商人是有祖国的 这身房老板网红馆长陈志涵 举办反红媒大游行 他透露有厂商要取消他的工商代言 但他顶住压力要向中共喊话 我们跟中共讲 有些你可以用钱买得到 但是尊严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卖给你 有限活动主办人黄国昌与馆长务守 掀起活动最高潮 黄国昌表示他与馆长携手合作 他也相信所有台湾人也可以团结 将红色媒体赶出台湾 一手 在台湾这一边制造假新闻 要破坏台湾的民主 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敌人 我们一定要站起来共同抵抗 那对吗 想要维系我们民主自由的朋友 大家都要站在台湾的最前线 尽管下着大雨 但现场人潮大爆满 就连线上直播也有8.8万人同时观看 黄国昌与馆长表示 今天的活动不是终点是台湾人奋斗的开端 一起拒绝红色媒体共同守护台湾民主 新唐人亚太电视 持千里 张晏廷 台湾特别采访播放 好 23号在凯道上的反红煤游行 尽管下着旁沃大雨 但还是有非常多的民众到场力挺 塞满了凯道和警服门 景象非常的壮观 台湾各个年龄层的民众响应 甚至还有大陆民众也来参与 反对红色媒体侵害台湾的民主自由 拒绝红色媒体 拒绝红色媒体 守护台湾民主 守护台湾民主 从空拍画面来看 场面超壮观 参与反红煤游行的人潮 塞满凯达格兰大道之后 陆续朝向 景福门 中山南路上蔓延 部分男女老少各个年龄层 冒着大雨参与活动 真的觉得民主不得来不易 应该是最近的感觉让我觉得 真的让我们觉得好像岌岌可危 希望我的小朋友 未来还有自己思考的自由 如果现在不支持的话 以后就没人敢敢站出来了 假新闻的事情的话 很容易误导社会大众 所以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抵制这些假新闻 尤其是对岸的那个 共产势力新闻 不需要别个国家干政 守我们自己的台湾 民众自制各种标语 创意改变游戏还原 遭到中共封杀的符咒 而活动现场 不止台湾民众响应 就连大陆民众也来声援 捍卫台湾民主 来反对这个红色媒体 共产共产党的资金 侵害台湾的民主自由 中国人也是人 肯定也需要民主自由 法治人权的保障 人人才会有一个安定 祥和的环境 香港的事情 我很感动 所以红色的中国 这次看到这个 香港有希望 我们台湾也要更要努力 所以我站出来了 现场包括 取代力量党主席 邱显志 前行政院院长游锡坤 立法委员王定宇的人 都出席活动 发表端讲 红色政权 是要把所有的颜色都消灭 只准红色媒体 如果他所支持的人 真的握有中央的权力 我们损失的 很可能是我们永远 就再也不能没有恐惧的自由 今天来自中国的独裁力量 它结合台湾内部商业力量 要用民主的形式来破坏我们民主 如果我们继续接受容忍 放纵这些红色渗透 在全面台湾展开的时候 有一天 我们很有可能失去我们的民主 反对红色媒体渗透 守护台湾价值 民众挺身而出 论文家说 他期盼明年2020大选 能够让台湾民主自由的旗帜 继续在台湾飘扬 新唐人亚太电视彭炫强 简成录持千里 庄元亭 台湾台北采访播 阮音集团创办人孙正义 二十二号参加G2&Beyond 全球产业秩序的解构与创新论坛 发表专题演说 孙正义表示 看好台湾具有半导体等科技产业优势 在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 安谋将加码投资台湾 增聘更多工程师以及研发人员 协助布局IoT 自驾车等应用 有很强的关系和TSMC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增加 数量的工程师在台湾 尤其是帮助于未来的 IoT、电动物、自动车、自动车 We have to continue to invest And there are many talented people In Taiwan Especially because No,one only design But have to process to manufacture With alliance with TMMC And media tech And many other also start-ups 在G20與川席會之前 美國再出手打擊中國高科技紅色供應鏈 美國商務部公布最新制裁的科技黑名單 增加了五家中國科技單位 如果沒有美國政府批准 將禁止向美國公司採購零組件 美國商務部指出 這五家科技單位 為中共研發軍事用途的超級電腦 構成了美國國家安全 外交政策與利益的重大風險 美國商務部出口管制實體清單 新增的五家科技單位 包含無錫江南計算技術研究所 天津海光 成都海光集成電路 成都海光為電子技術 以及海光的股東中科束光 其中無錫江南計算技術研究所 隸屬於共軍第56研究所 致力於研發軍事用途的超級電腦 而製作超級電腦所需要的晶片 來自於美國處理器大廠超微公司 在中國的合資夥伴 海光的三家晶片設計關聯企業 而中共中科院旗下的上市公司 中科束光 則是海光的大股東 在西元2009到2016年間 佔據中國超級電腦龍頭地位 美國商務部新增的黑名單一公佈 美國超微公司跌入盤中低點 最後下跌3%以29.1美元作售 這項禁令將防止超微公司 將技術授權給海光 AMD執行長蘇茲峰 最近在台灣的會議上也公開聲明 不會把新技術授權給中國公司 台灣AMD供應商 如台積電 祥碩 建策等 恐須特別留意和評估相關規定 美國企業將需要政府許可 才能與黑名單上的中國公司 由生意往來 而美國商務部的這項聲明 週一將在聯邦公報上公布 正式成為官方命令 另外有消息指出 美中貿易代表萊特海澤與劉鶴 最快將在下週二在日本大阪會面 新唐爾特電視將怎樣編譯 好的 我們再來看到 素有台灣半導體教父之稱的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上週六出席了高雄科技大學的 畢業典禮 他勉勵畢業生說 畢業是終身學習的開始 而對於有學者建議總統蔡英文 可以找他當副手 張忠謀則回應 想都沒有想過 大家好 大家好 台下七千多名畢業生全神貫注 因為台上演講的這位貴賓 可是素有台灣半導體教父之稱的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MIT的六十幾年以前的機械系 沒有教我半導體 我不懂半導體 為了要做好我的新工作 我開啟了我的終身教育 這個習慣在過去六十多年 六十多年當中沒有改變 免禮在場畢業生說 畢業是終身學習的開始 張忠謀強調 假如不是他持之以恆的 有系統 有計畫 以及有紀律的終身學習 如今早就被時代投汰了 而隨著總統大選腳步越來越近 就學者建議總統蔡英文 可以考慮找他當副手 張忠謀連說沒這個事 沒這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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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都沒想過 不過張忠謀的妻子張淑芬 是郭台銘的表姐 外界也後期 他會不會因此而支持郭台銘 張忠謀也強調支持民選的總統 是他一貫就有的立場 新唐人雅致電視 林鴻絲 趙婷 與台灣高雄 採訪報導 再來看到法商加勒福二三號表示 已將他們中國市場的百分之八十事業 出售給中國連鎖零售龍頭 蘇寧易購網 加勒福中國一九九五年 正式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目前擁有兩百一十家大賣場 以及二十四家便利店 二零一八年 加勒福中國營收比二零一七年 下滑近百分之十 蘇寧易購網以現金人民幣四十八億元收購 陸媒以賣身來形容加勒福 因為從交易換算股權價值只有六十億元 相當於中國連鎖超市龍頭 永迴超市的約十七分之一 加勒福過去多次嘗試與陸器合作整合 但最後還是以低價賣出深耕二十多年的中國事業 由於擔心美意緊張情勢升溫 導致中東的石油供應中斷 美國的原油價格近一周上漲了百分之九 布倫特原油上漲百分之五 石油期貨二十一日上漲百分之一 另外聯準會的隔派態度 促使黃金周五續漲 二零一三年九月以來首度占上一千四百元關卡 隨著美中貿易戰加劇 許多製造商為了避免受戰火波及 紛紛將產線移至東南亞 一些國際主要物流公司 如日本通運DHL集團 接看準此一誘因 擴大在東南亞的業務 陸媒報導 華為周五向美國商務部提告 質疑其設備遭美國扣押 是否符合相關法規 不過先前華為要求美氣支付巨額 專利費用引發反彈 美議員批評華為已成專利流氓 同時以提案禁止華為索賠 臉書近日公布Libra加密貨幣計劃 去年價格暴跌的比特幣 也因此重新點燃漲勢 周六比特幣價格重新賺回 一萬美元大關 為十五個月以來首建 至於台灣未來是否納關臉書幣 金管會主委顧力雄表示 會持續關注 若實際上涉及儲值跨境匯兌 就需要事先經過金管會核准 新唐人雅海電視整理報導 再來關心台灣長榮航空空服員罷工 今天進入了第五天 長榮航空表示 有空服員陸續歸隊 願意回到工作崗位 長榮航空在官網上公布 六月三十號前取消的航班表格 已超過八百班次 長榮說從今天起到二十八號 可以維持百分之四十的運能 剩下的百分之六十 交通部會透過輸運計畫維持 交通部次長王國才 今天將在交通部再召開老資協商會議 而長榮航空今天也將召開股東會 罷工議題也將成為投資人 關注焦點 這瓶有機醬油加了頂級黑豆 甘露泉水澳洲海鹽 美國歐盟CAS有機驗證 什麼都加就是不加化學 洗了支拳讓身體微笑的好味道 更有頂級有機原生黑豆醬油 精乾上市 光可以更自由 情境變換隨心定義 光可以更方便 行動APP一直掌控 光可以更健康 智慧感測 人性調整 以無限代替有限 以無限創造無限 無限空間 無限想像 EV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与联署的32人中 包括香港前政务司长陈芳安生 前保安司李庆宁 前经济司布检琼 前立法局主席黄洪发等人 联署书指出暂缓不等于撤回 虽然港府表示没有继续修立的计划 而且修正案到2020年7月 立法会会期终结时也会失效 但仍将造成不稳定 兼具撤回也会加重各界疑虑 周日本台采访了香港职业大律师 石淑明 他担忧如果香港通过逃犯条例修订 将会架空香港司法制度 无法维持司法的公平公正原则 大家都清楚知道我们香港最珍惜的 也都是我们最信赖的就是香港的司法制度 你在香港的法治制度的话 我们有信心可以公平地处理到 但是通过了修例之后 就变成是不会由香港的法庭处理到 变成是架空了香港的司法制度 逃犯条例再缓不撤 香港紧接着还将举行系列示威 以及七一游行即将到来 石淑明提醒民众 抗议暴政的同时要保持理性和平 香港的法律很清楚说明 那条界线就是在一个牵涉暴力的地方 那里挖在那里 你只要你自己的行为一直都是和平的话 那你会面对一个刑事检控的机会 就不是那么大的 其实你自己使用武力那时候 你就已经是墮入了那个圈套里面 因为他们警方都可以立刻 就是用你当时的行为 来作一个刑事检控的基础 石淑明在周日出席立法会示威区举行的 追究警察滥权集会 在会议上解答民众提问 并介绍应对警察滥权的法律保障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 胡宗翰香港报道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投入国民党总统初选 特地邀请了日本软银董事长孙正义来台 狂打经济牌 但外媒纽约时报报道分析 郭台铭参选总统是在美中之间走钢索 郭台铭回应他不会选边站 台日首富对谈创造话题性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邀请日本软银董事长孙正义来台发表公开演讲 展现世界级人脉 但纽时报道指出郭台铭投入总统选战 这就像是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走钢索 纽时报道指出美国将台湾作为制衡中国大陆的力量之一 大量投资中国的郭台铭要如何在美中之间取得平衡是一大考验 过去郭台铭因为对中国大陆庞大的投资和中国共产党高层建立良好关系 但对商业有利不一定对政治也有利 而郭台铭没有正面回应纽时报道 却反批蔡政府外交关系天天都在走钢索 为什么要像蔡英文政务一样 我只选美国 不要忘了台湾一年有400亿美金的 800亿美金的顺差从中国到来的 他做得到的不要 那我就不跟他竞争 不过就连日美也提出质疑 问郭台铭怎么看待收购夏普时 日方就认为鸿海跟中国大陆太接近 郭台铭邀孙正义来台狂打经济牌 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依旧备受外界质疑 新唐人野孩电视高建伦张元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昨天晚间出席云林县立体育馆造势活动 王金平重申参选总统的决心 并提出开发云林 成为西部明珠的蓝图 将来会将云林县改名为台西县 现场请来了前立委 前议长以及农田水利会长来助讲 王金平强调他有决心要参选总统 但是不参加国民党内部初选走自己的路 他说云林是一颗等待开发的明珠 并提出云林发展愿景概念图 包括规划建设国际港 创新产业专区文化观光与农业运筹特区等政策 中共的监控系统从社会延伸至大中小各级学校 不光四川地震时 赶着避难的学生得刷脸才能出宿舍逃命 日前还有网民发视频称 学校已经实施刷脸报道了 引发网民热议 有评论表示 中共正把中国变成一座大监狱 在香港反送中抗疫持续之际 有网友发现歌曲《皇后大道东》 东方之珠 海阔天空 遭到中国多个音乐平台下架 据传是避免中国网民 在这几首象征香港 或香港精神的歌曲下流言 或用表情符号声援 而歌手罗大佑日前举行演唱会 唱到经典歌曲《皇后大道东》时 才有感而发说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及 在中共严打宗教信仰的背景下 从政府部门到国营弃事业单位 私契都对员工宗教信仰进行严查 基督徒履应信仰失去工作 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受到牵连 随着美中新冷战推进 南海的军事对峙也不断升温 日本准航母和美国航母20日 才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 而中共也首次在永兴岛 部署了多架兼吉时战斗机 新日耳朵电视整理报道 周五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了 2018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国务卿蓬佩奥在讲话中 再度批评中共对宗教自由的严重践踏 并直指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及强摘器官罪行 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在其中国部分指出 中共继续对宗教团体是以酷刑虐待 被关押期间死亡的案例时有发生 报告还多次援引 明慧网及大纪元的报道 陈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此外 由于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打压 显著升级 今年的宗教自由报告 特别设立了专门章节详细论述 美国国务院每年都会向国会提交 上一年度各国的宗教自由报告 今年 蓬佩奥特别宣布 将会升级国务院内部的 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 扩大人员编制及规模 此外 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 在演讲中 直指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 强摘器官暴行 国务院还宣布 国务卿蓬佩奥将会在7月16日至18日 主持第二届促进宗教自由宗教部长级会议 新唐人记者乔安 王凯迪连线报道 台湾野莲三纯粹保湿嫩白系列 天然精粹 野莲多生态原液 富含高亮阳霉黄铜青春元素 复活修复肌肤 重返青春痰润 独特微分子生态 渗透基底 长效保湿 锁水痰润 打造清爽透亮自然美肌 全新台湾野莲系列 原生活 哇 风景好美啊 可惜老陈今年无法同行 老林要住院观察 老王两口子有吃不完的药 老张 嗨 感谢一路上游你 选择完整的爱守护我 添加钙质及多种营养素 让我维持健康 增强体力 就像家人一样爱着你 出辱国际 时尚明镜 精品未誉 何以敬畏美学 多样造型明镜 各式未才精品 正在合一 何以 但您来看到 共产主义渗透危害全球 但具体到底用了什么手法 周五台北有一场新书发表会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中文版 请来了六四学运领袖 乌尔开西 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 明居正分享心得 他们谈及共产主义 对全世界文明社会的冲击 盼民众去思考 认清共产党本质 六四学运领袖 乌尔开西 受邀参加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新书发表会 参与的还有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 明居正 书中的魔鬼指的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对全世界输出掠夺仇恨 并混淆人类对自由民主的认知 让人扬弃道德规范 这样的负面因素加剧社会混乱 美国是一个以信仰立国的国家 那中国呢 现在是由信仰魔鬼的中共主政 那我们就会看到说 美国的例子是凡胜富强 然后文化是璀璨的 但是在中国呢 大家觉得说严重点 它真的是一个魔鬼的社会 谁在迫害我们真正的信神的 或真正要回神的道路 简单说就是魔 中国的共产党是让中国流失掉几千年文明的罪魁祸首 用这个统治地位做一件事而已 一件事 抢劫 主持发表会的媒体人赵小慧认为 在2020大选前推出了这本书 是让台湾民众更懂的如何去面对中共的威胁 曾经历过六四事件的吴尔开西认为 台湾有肤浅化的现象 对于许多问题无法进行深度思考 而这本书可以帮助民众以及政治人物思考 政治人物需要思考到的 除了根据自己一贯的这种思维习惯来讲一些这种政治口号之外 看到问题 然后呢 对问题进行深度的思考 才是一个真正我们国家所需要的这个领袖 目前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 除了中文版书籍 在美国与韩国 未来也会推出英文版和韩文版 新唐人亚特电视王冠林黄晏林 台湾特别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